据普志强的代理律师莫绍平,星期三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起诉意见书里边,当然指控这个普志强是四个罪 一个是寻性滋事罪,一个是煽动民族仇恨罪 一个是煽动分裂国家罪 然后还有一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前面三个罪呢,指控的依据呢,是普志强涉案的三十余个微博 普志强纪念五月参加了一场,有学者徐佑与组织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豪建家中举行的私人聚会 共同纪念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 其后包括普志强在内的五名参与者到的警方拘捕 其他四人后来被释放 普志强却因为涉嫌寻性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被正式逮捕 莫绍平律师说 星期三下午,他和另外一名辩护律师前往看守所探望了普志强 并把起诉书转交给他 普志强坚决否认典方的思想指控 普志强说呢,所谓指控我这三十余朝微博里面 我从来没有散布过所谓虚假的不实的信息 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从来没有说我想煽动民族仇恨 我希望民族呢,应该是和睦相处 执政当局的民族政策是应该值得反思的 就是说出现这么多问题,你是值得反思的 普志强律师还表示 至于寻衅滋事罪 涉及到他在微博上对一些公众人物的批评 例如,申纪兰,毛星宇,雷锋 即便我对他批评的比较尖刻 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如果他认为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那么他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嘛 但是我绝对不构成什么寻衅滋事罪 普志强是如何看待检方对他的 非法获得公民雇人信息罪 莫绍平律师说 普志强说呢,那是很多中国的很著名的媒体 那么他们是需要写相关的报道文章 是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来去调查这些 他报道的这些企业的背景资料的 他认为这是合法的律师业务 根本不构成犯罪 普志强遭到中国检方重罪起诉一事 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星期三,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伯卡斯发表声明 呼吁北京释放普志强律师 他表示,过去一年 中国有太多的公民 仅仅因为和平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而成为囚犯 未经许可,经历仅仅过去调查 请留下线 但更专门 未经许可,不须显虞